去年5月疫情大爆發 台北市萬華區首當其衝 市府9月進行大規模血清研究 報告顯示 參與研究者體內抗體達97% 代表受試者中 感染或是施打疫苗 產生抗體的比率極高 尤其是中和抗體高達82% 由此可見 萬華已經不再是大家口中的 疫情重災區 已經可以私下污名化的標籤 在萬華都做血清檢查 說我有身上有抗體 今天再補這一針 我的防護力會更好 那往後的日子 我就可以在里內 很放心的服務裡面 不用怕感染或者是被感染 台北市長柯文哲公布最新影片 團結 復蘇 新台北 記錄過去這一年 市府團隊一面與病毒奮戰 一面延續著市政工作 不敢停歇 尤其透過新成立的大數據中心 用類似Google Map的方式 快速掌握每日新增案例 了解確診者跟他的接觸者之間的關係脈絡 台北市要推出那個大數據中心 Big Data Center 在台灣都是很前瞻的 就Google Map一樣 你那個每天新增的案例在哪裡 每天在變化的時候 它就變動態圖 就可以知道這疫情是在哪地方在流動 柯文哲市長任期剩下不到一年時間 市府團隊除了做好防疫工作 市政建設也不能停歇 包括以捷運為基礎的都市計劃 TOD EOD持續進行 台北表演藝術中心 大巨蛋等重大工程 渴望如期如值完工 種種作為都是希望能留給下一代更好的生活 記者游詳亭台北採訪報導 下午市要改進 下午市要改進